然后刚刚的话 大家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那个爱比50周年款的26240这个牌面 其实正常来说 像这种这么新的表 那是一个22年的二手 正常来说的话 像我们表商 说什么会扣卡一年 什么之类的 其实不是说表商去扣的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 他专柜那边是有一个规矩 就是说你是我们专柜的VIP 但是呢 如果你说我有额度 或者有好表要留给你了 但是你这个VIP客户的话 你就需要把你之前买的表 要全部拿过来 让我看一遍 就是说这个表 你一定要给我看到 还在 不然的话我就 把你当成 把之前的表已经卖了 你说送人也是没用的 因为如果他说 他在外面查到了 你有在外面销售的保卡记录 什么之类的话 那就是说你这个VIP账户的话 就是爆掉了 反正无论什么表 只要你是在外面卖掉 被专柜的柜员发现 已经发现的话 就直接永久取消你这个资格的 所以的话 其实我拿这表的时候也 色色发了 但是按正常来说 像我们卖表的话 就不会直接给 那个保卡或者什么都美码的信息 去给别人看的 这当然了 也属于 专柜VIP这些客户的信息 私人信息 我们正常来说的话 都是同行或者客户确定要了 我们才会把这个爱比的保卡信息 发给他 因为爱比的话 他不像劳力士 劳力士的话都已经是很接的一个款式了 就像一个入门级了 就是说你经过一个门店 只要你想买 然后你买了之后再卖 都不守备 所以现在的行情看起来就是 劳力士 好多的话 好多表说都是劳力士看涨 爱比的话就是看跌 为什么呢 因为听说爱比他专柜 最近出了新亏 就是说 他要清理一部分 就是说 你一直没有在这里消费 或者消费不高的表友 就要把他一部分清理掉 然后他重新再培养一些新的客户 然后再把那些VIP集中起来 就说可能以后你要排到爱比的高质量款的话 可能几率是更低 但是如果你说既然你清理的这批客户 然后这些爱比的话 那当然了 你清理我 我没有这个资格了 那我就肯定直接把它卖出去 对吧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爱比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市面上流通率 那肯定就是高很多的 这些好大一部分表友的话 他既然知道自己被清理这个VIP账户 那肯定他就不管了 他宁愿在二级表商那里买 他也不会在你这里排了 因为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的话 估计爱比的话会在市面上 会流通率高一点 所以为什么最近了 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前段时间 就好多同行群里面 有些人说 这两天不能发PP 不能发爱比的手表信息 全部都不能卖 原来是这个原因 我还以为说 某个地方 就是像国内某个地方这样子 他有一大批的PP AP 他已经被别人扫清了 或者有机构再次进场了 要炒作一方 我看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个道理 也对得过去 就是说应该是没问题了 就是应该是专会他要经理客户 所以就没办法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胡子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半了 然后现在要赶紧 把一个 把这个22年贴膜使用的交代小怪兽 送过去徐贵田那边做建立我 因为这个客户的话 本来约好是昨天的 但是因为快递延迟了 要津贴面胶 因为他拿一个旧款的 胶带玫瑰金油艇 跟大物质置换 所以的话 待会就要首先要把他拿过去徐贵田那边做鉴定 就说实话 好多表友 现在大物质经常就早上就躺躺啵啵 等到下午三点多才吃饭什么之类的 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话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像我们这种做的好像快逸员那样子的话 那是真的少见的 因为正常来说像表商啊通常不会十一二点前起床 起床能回你信息 基本上都是一两点的时候的 所以就很少会有大物质这种走来走去 还能给大家这么早去送徐贵田的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是一个外地的表友啊 他是买了一个36盘的126234 这个是vivi转的一个直盘面日子 他是送人的 然后因为我是给他订的当天卡 给他订回来待会儿表带也不结 他说我只跟你帮我检查好 然后帮好我因为我要送人的 没问题你就帮我直接发货吧 现在的话就直接赶去徐贴田了 今天有点忙了 因为下午的话先搞定这个面胶 然后的话还要过去江门 拿一个4500 是他公交是39万 他说我只跟我自己排到了 我有额度 然后我小赚一点帮我出了 待会的话就直接过去江门找他拿这个表 然后手上带的是昨天拿一个22年的绿水柜 然后拿过去深圳给这个表友自换的一个板带国民 这个是也是22年的 这一只橙色也挺好 因为这一个表的话是上去年三四应该是 三月份的时候啊给这个表友订的 那个时候好像接近14万 那个时候订确实是有点心痛 但是相对于你老力士自换老力士的话 他拿这个来自换绿水柜 其实补的差价是差不多的 因为那个时候绿水柜也要十四多十五 所以补个一万左右 那是正常的刚刚好 待会的话给大家看一个劲爆的手表 当初工价的话他是20多 但是他一经出售的时候标到了150多 现在工价加一点都无人问津 他工价是29 待会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还在外面锁了 因为我现在要出去 所以的话就先不拿出来 主要是怕弄光而且他已经是定出的 因为这个表 AP来的其实这个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现在就先出发吧 不说那么多 待会有什么的话再给大家报道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表 刚刚自换完手表他已经取回去了 这是一个17年的全套 17年的11665 这是一个旧款的玫瑰金油艇了 楼底层比较多 然后这个橙色的话还是OK的 勉强算九层星吧 因为毕竟这么久了 客户自己一手购买 有使用痕迹也算正常 好像还有一支表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前几天在深圳那边收的一个50多年的艾比 26240系列 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个艾比 说实话他艾比一直的触控都不咋地了 首先已经他的钢的材质 他选用这个材质 我觉得很容易化 而且很容易是产生磕碰的 你看一下虽然看上去是没怎么化 其实你反一下他痕迹就比较多的 看一下在这个山野的位置 其实你说怎么说呢 他跟26321不能说晚餐没有什么不同 只能说多多少少看不出来吧 主要他的变化就在这个眼睛 而且他还是透明的 变化的话我就遮住了 他主要是多了一个这个50周年的标记 没错就是摆在这里 好了那个玫瑰金游艇的话已经是放好了 现在是已经接近6点钟了 现在要先去江门那边 拿那个刚刚说的那个450V全金蓝盘了 这是表友自己在专柜排到的 然后今天拿出来的 现在就先过去找他拿 因为他说这个表我用不着 太多这种大表了 但是全金我又玩不惯 就直接帮他出了 那个艾比已经放回去了 毕竟是已经是有购物定了 所以就先放进去 不是我这种这种出手并能带得下的 现在就是6点多了 过去到应该7点多 摩大公典大家看一下这个全金蓝 好了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啊 各位表友们现在又要去江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下午过去的时候 这个表友的话他就只有一个表在手上 剩下附件的话 他当初那个时候是让他朋友给拿了 所以就没办法 现在是就是昨天只能拿到表单表 然后现在的话是过来拿表的其他配件 什么东西之类的 因为心急没办法 其实他本来是可以快递过来的 但是我要跟下一家交代 所以就没办法 一定要连夜过来 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了 而且的话 因为刚刚司机的话 错过了一个路口 现在要走多半个小时 要掉头下高处再回去 然后才能再过去江门那边 现在这里是什么西桥收费站了 没办法 所以其实大胡子这个人帮表订表 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都是比较心急的一个人 因为说实话 我帮你订表 我送你订金 我一定要帮你完成这件事 又或者尽量赶紧的去帮你找 帮你安排好这个表 毕竟到你手上你快一点的话 你自己也舒服 我赶紧完成 我赚到钱的话 我也开心对吧 所以平常的话 有时候订表的话 我基本上甚至可能是我吹的表 有去完成的 虽然他有一项 所以有些表我就不要介意了 因为我也是想你买的放心 我这边的话 也交易的流程也快一点 大家没问题 那就是OK的 现在的话继续上车 我先过去拿表 先了 待会的话回到工作室 应该是将近一点了吧 然后再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表 终于到了 满是月堆的城市 现在刚刚拿到 好了 这个是僵尸单顿的全套 就已经拿回来了 因为这个是未使用品 所以还是带个手帕会好一点 毕竟主要是包的膜 给大家看的话 也看得不太清晰 这些玻璃镜面上会有一些灰尘 好难擦得干净 但是始终还需要给大家献上一下 这个僵尸单顿 4500厘米全精蓝 这是一个18K玫瑰金材质的 特别喜欢这个盘面的放射性蓝色盘面 后盖的话就不给大家看了 如果大家要看后盖的话 我之前有一些 5500V的视频 有给大家欣赏过 确实它是500V 这一系列综合四海做工是可以的 那我们拿回去看一下它现在的配件 这是宝卡 然后这个是全精表结 这个就不能拉开 因为手摸一下都会有一点毛痕 会被打的 我再看一下它这附件 它现在的话已经把这个鳄鱼皮表带 改成这个牛皮表带了 这是一个荔枝纹的纹路的表带 我说实话 这个是没有之前鳄鱼纹那么好看 顺便 这一支的话 现在行情 先说工价吧 这一支4500V全精蓝 它工价是39万多 现在这一支表的行情的话是43多 然后它的工价是39万多 但是因为这个表有 因为它说专柜拿出来当然了多多少少 除了刷积分 也要稍微吃一点点利润对吧 排的这么辛苦 然后也加了一点利润上去 就是多到我 然后我再给那个同行 所以才能卖得到这个价 按现在的行情来说的话 一天比一天掉几千块 很想而知 将是单顿能这么掉 当初的话 我好几好几期之前的话去珠海时候 有一个表友也是香港的 他说45能不能接 那个时候挺犹豫的 因为那个时候国行也是46多 现在的话43都没人接 所以大家想一下 而且是全新表 僵尸单顿是真的不耐扛的 现在 我顺便说完了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块表 这两支的话是翻新的 这一支是回收的116334单表 因为这个表友他附件的话弄不见了 这个表我豪气了 一个月找我买了四支大表 昨天晚上才订了一支AP 这一支都是已经翻新好的 其实好多表友他是挺抗拒那个翻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主要是怕他二手表 经历过翻新之后 二次折价会比较高 其实说实话像这种单表又或者这种已经脱保了很久的表的话 着实是没啥影响 这个还在保 但是这个表的话 他不太喜欢二手表 他应该有的划痕 所以的话我还是帮他拿去翻新了 毕竟首先一二手表的话 他性价比高相比全新 就算你翻个新 对二手二次出手价值影响也不大 除非是真的有一些表上吹毛球 你有翻新过我一定要扣你钱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按我们行业来说的话 翻新这个对于二手表来说已经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了 就是差不多等于说每天都要吃饭这样子 这一支的话性价比高116334 这一支全新单二手单表翻新好的 应该说翻新好不是全新 翻新好的才5万多 所以这个性价比高 而且是狗牙圈了 如果你说现在要买个126300就是光圈的黑日志 现在也要5万多 所以这个对于那些预算不太够5万出头这样子 又不想考虑光圈 但是他硬要拿一个狗牙圈 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不过的 好了这期视频也差不多了 今天已经是一点半接近两点了 现在就先收拾好然后回去了 如果各位不要有什么明表行情资讯 或者购买建议 都可以随时找大伙子聊聊天 唠唠嗑 最后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全体额照就不上脸了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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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